谁说中国没有民主 来杭州人民民主实践中心看看吧 这里不仅可以体验投票 还能参与人民代表大会 实现中国式民主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利用 威尔体验系统虚拟的 新闻也曾报道过 山东某镇推出威尔体验 通过威尔虚拟实境回答问题 测试中国共产党员的党性 如果得分太低 要接受会诊和反复温习入党试词 然而即使中共当局广泛使用 威尔作为洗脑教育工具 仍无法解决威尔科技 在中国的发展困境 而且随着今年经济放缓 房产和金融轮流暴雷后 众家威尔公司也开始撑不住了 10月底 中国抖音母公司自己跳动 传出将对旗下威尔公司Pico 进行大规模人事缩编和组织调整 Pico中文名称为 北京小鸟看看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5年 主要研发威尔科技 互动技术与威尔应用 2021年9月 在科技界一片看好 威尔的未来发展下 Pico风光并如自己跳动 根据当时出货量资料 Pico是世界第三大 威尔头戴装置生产商 这件并购案在当年广受关注 大家都认为 专生内容的抖音加上硬体专业护Pico 字节跳动肯定在不久的未来 会在全球威尔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没想到威尔风潮说停就停 从科技发展现状来看 威尔在硬体技术仍然无法完美呈现真实感和沉浸感 且相关设备成本高昂 加上内容产品开发过慢 尽管有部分优秀的威尔应用和游戏 综合以上因素 还是无法吸引更多用户参与 加上中共对内容产业的监管和隐私数据的全面控制 这让中国威尔游戏开发商举步维艰 根据数据 中国的威尔市场在一年内的出货量减少了56% 占有一半市场的领头羊Pico 光是2023年上半年的出货量也已经下跌50% 在10月下旬Pico裁员的消息传出时 字节跳动先是否认 然而同时前抖音元老支持Pico内容创作的 任立峰传出离职消息 内部系统状态长期显示请假 当时就有不少评论认为字节跳动可能打算放弃Pico 内部消息表示 吴作敏将接替任立峰成为Pico副总裁 担任内容文化部门的总负责人 另外当初随任志峰从抖音调到Pico的一众高管 其中包括原抖音综艺负责人宋炳华 Pico视频直播负责人刘裕 Pico内容产品负责人等均调回抖音或离职 11月7日 Pico召开员工大会 宣布将进行组织调整 证实先前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会上Pico总裁周宏伟宣布 接下来会大规模裁员 对Pico的市场游戏视频直播等团队 进行较大幅度的人员调整 周宏伟在会上说 最近重新仔细考虑已推出的业务和市场情况 得出的基本判断是 VR行业处于非常早期的状态 以前对行业发展估计太乐观 但实际上没有预期的那么快 Pico预计将行动作业系统团队 并入字节跳动的产品研发和工程组织 只保留少部分硬体团队 预计设计员工300多名 整体占比约23% Pico微薄声明 调整组织架构是为了更好的聚焦在硬件 与核心技术的长期探索和突破上 以更大的决心创造长期价值 这不是Pico第一次大规模裁员 早在今年年初就传出 Pico已经裁掉大部分销售团队 一度引发外界热议 虽然字节跳动赶紧出来辟谣 不过相关谣言仍未平息 根据内部员工说 虽然裁员的传闻一直没断过 但11月7日 老板召开大会宣布的当下 大家还是感到非常错愕 因为目前Pico正准备推出新产品 是个预计在年底发布的新款鱼眼镜头 用于手机VR直播 VR直播是Pico今年主打的产品亮点之一 因为目前Pico虽然拥有硬体 但能支援的游戏和应用都不够丰富 因此Pico试图砸钱 让大家体验VR直播 看能否发决心的突破口 大家都对这个产品抱有期待 同时Pico还计划将在明年发布 XR延展实境产品 这将是Pico从VR到XR领域的一次飞跃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自己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决定不玩了 下达裁员命令 为何他突然对Pico失去耐心 首先Pico实在是太烧钱 2021年字节跳动 耗资90亿天价 击败对手腾讯收购Pico 抢到元宇宙入场券 随后在研发 营销 运营等方面 字节跳动都是持续投入重金 据说在北京市工商联的一场讲座会上 字节跳动某高层曾扬言 已经准备好为威尔事业烧掉300亿元 有Pico离职员工透露 字节跳动在Pico上累计投入的资金 或许已经达到了200亿 相当于每卖出一台Pico设备 就亏损1000至3000元人民币左右 可是持续疯狂砸钱过后 尽管Pico业务出现增长 但整个行业却迟迟没有出现大爆发 数据显示 2022年第二季度Pico的出货量 为26万台 同比增长近8倍 从市场占有率来看 Pico在国内威尔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70% 全球市占率也从2021年第一季度的0.99% 提升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11.16% 从数字来看 Pico的表现并不算太差 然而整个AR威尔事业 却遭遇雪崩式下跌 据《落途科技》发布的2023年 AR VR设备销量半年报数据显示 2023年第二季度 中国VR AR市场的全部销量只有17.8万台 同比下降51.2% 其中VR设备销量下降尤其严重 同比降幅达到了60.9% 此时Pico未能及时做出战略调整 VR行业依赖于受欢迎的内容 但其应用和内容开发一直表现不佳 据报道 Pico在应用商店中的应用数量约530个 落后于海外竞争对手 随着ChatGPT成为显学 科技业转而投入海量资源到AI领域 对AR VR的关注度大幅下降 整个产业都在放缓 即使Pico投入再多金钱和心理开发 也难以创造更多机会 吸引不了用户的开发商 就算有再多远景 都不存在为公司带来获利的功能 一位Pico技术人士说 目前VR开发至少需要100人以上的团队 做硬体和软体 且在设计与制造 内容制作 优化算法等领域都要持续性投入 如果资金实力不足且产品力不强的话 持续投入几年后就会面临资金困难 需要较长期的投入和足够的耐心 不仅Pico 腾讯早在今年春节后就动手裁剪VR团队 改专攻硬体设备 爱奇艺旗下的VR硬体公司梦想绽放 也传出从3月开始欠薪 部门裁员比例更高达50% 目前剩下员工不到百人 被资遣的员工则连赔偿金都拿不到 状况奇惨 微软也错估VR发展情势 今年2月 微软解散了4个月前刚成立的工业元宇宙团队 集团队的100名成员 继2022年年底裁员后 Facebook母公司Meta 今年也多次宣布裁员 并放慢招聘节奏 继续削减成本 这群科技界巨头吹出来的元宇宙元年 不到两年就泡沫化 曾经顶着国内VR领头企业光环的PICO 从鼎盛时期的员工2000人 如今据传只剩下不到一半 办公室所在的大楼 也从以往灯火通明 到现在入夜后 只有少数窗户透出灯光 这发展令人不胜唏嘘 字节跳动放弃元宇宙计划后 该何去何从 近两年在疫情 美国监管等因素下 字节跳动面临发展困境 去年底还被曝出裁员10% 超过1万名员工的消息 也曾传出员工拿不到年终奖金 和人资互欧的谣言 不过这些传闻都被字节跳动否认 字节跳动执行长梁汝波 最近在集团11周年会上坦言 最近一两年我们的领先不明显了 并不能很有信心地说 比同行做得好 旗下的Ttalk也被美国 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由阻挡或扬言禁止 目前还被发现 花费超过370万美元进行联邦游说 费用超过Google和Apple 仅次于Facebook 对此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置信司法部 呼吁将Ttalk列为外国代理人 甚至拜登政府也多次要求自己跳动出售持有股份 以确保不再对Ttalk握有实质影响力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说 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应对Ttalk的最佳办法 当然Ttalk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归自己跳动所有 加拉格尔指出 这事关社交媒体平台所有权的核心问题 也就是美国大众是否希望中共有能力控制 多数美国年轻人获取新闻的平台 进而影响美国的政治和社会 但是在失去了元宇宙先机的情况下 字节跳动如今已经不太可能轻易放弃Ttalk 这只海外金母机 字节跳动的未来变化 不仅事关科技发展 也成为牵动全球局势的重要指标 这才是字节跳动将面临的最大挑战